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 早年创作剧本称心如意 梁将写了文章让非常多的人都感觉到他的才情 文字韵质淡雅 有种镜幕超然的中和之美 抚慰梁将罕见的老照片 淡淡的微笑 柔和的眉眼 好一位婉约的女子 许志摩 明国时期的浪漫诗人 才情横溢 风度片片的贵公子 写了很多快智人口的浪漫诗篇 譬如在别康桥 他是睡着了等诗歌名篇 他的作品 忧郁气质 影响了一代又一年的年轻人 在徐志摩短暂的而绚烂的一生中 与张又宜 林威英 陆小曼有着斩不断 理还乱的情愫 韩精卿 原名韩德鲁 台湾颇有声誉的歌星影星 容貌清丽 气质典雅 梁石秋见了他 对 家人一见倾心 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最终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韩精卿成为梁石秋第二任妻子 相如与莫共同度过十三年 民国时期上海美亚之酬场 制作了二十四套时装 聘请了多位模特 首创时装秀表演 拍摄于1930年 袁富珍 北洋军阀精神领袖 袁石开 排行第十五的女儿 容颜热力 笑容极具感染力 看了让人心生欢喜 潘素 苏州名门千金 清朝有名的壮伞相潘石恩的后裔 六年时期 他的母亲信请名师来教他琴棋书画 他的绘画水平和弹琵琶的功底都学得很好 后来家造中路 潘素竟被继母迈到上海的青楼 成为风尘女子 潘素容貌绝美 身姿窈窕 外号潘妃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军 更是对家人一见清晰 甚至不过是俗的阻力 娶了潘素为妻 婚后的两人恩爱有家 相伴一生 祝齐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规 辅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